看看新闻网 曾经收受过家暴丑闻的陈慧玲 昨天就在接受我们媒体访问的时候 大方地谈及了 如何避免家庭暴力的话题 舒适装扮 舒畅心情 这一看就是生活超幸福的妈妈 有没有啊 不过听闻周永恒和赵宋茹的家暴事件 连陈慧玲都忍不住皱眉头 当然不要用这个暴力去解决问题 因为暴力我觉得是永远 解决不了问题的 但是最担心就是他们两个女儿嘛 已经拥有两子的陈慧玲 似乎对家庭教育颇有心得 不过生活当中的摩擦在所难免 难道Kelly跟老公从来都不会吵架的吗 如果知道儿子在 就我会给他一个眼神 然后他就不讲了 然后其实有儿子反而我们 吵架时候减少 因为过了那一道 就可能三十分钟后我是什么的都忘记了 吵着吵着就忘记了 Kelly让争吵远离儿子的同时 也减少了跟老公的摩擦 真的是一举两得呢 退一步海阔天空 谁家没有那么两三件烦心事啊 不要太冲动就好了嘛 有了新天地爱冲动的小夫妻 多向Kelly学学呢 综合报道